我們進行福袋時間 安排位置是一個很好玩的環節 是 題目是 台灣民間好吃魚類排行榜 請問 哪一條魚是好吃排行榜之館 猜拳 先拍個代表 猜拳而已 來 先拍個代表 來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布 好 你代表第一個答案 好 你們兩個 剪刀 石頭 布 你最後選 你這個釣魚的最後選完蛋了 來 對 三種 對 你們兩個可以討論 選項有 紅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紅鯊 紅鯊 第二個 白鯊 第三個 無載魚 可是有變 你認為哪一個是 最好吃的魚的排行榜 冠軍 紅鯊好了 紅鯊是什麼魚 說實在我沒有很了解它 但是我原本應該是 無載魚吧 可是應該後來現在有改變 鯊對不對 對啊 紅鯊有可能是 蟑螂 對 我覺得可能 紅鯊有可能是 蟑螂 紅鯊是很強悍的 來 白鯊 就不選鯊 鯊就是我 可是我最愛吃的是鯊 不行 那就好 所以如果妳第一個選 妳會選它嗎 鯊啊 我愛辣 買幾盒 鯊 鯊 我每次釣到油 都是鯊鯊鯊 鯊就放回去 不是啦 捨不得 老公鯊鯊鯊嗎 正確答案 是 用台語來講 真的是鯊鯊耶 鯊鯊鯊 真的是鯊鯊 我人間孫耶 四是馬鯊魚是吧 馬鯊魚是什麼魚 想太多 想太多 以台灣的沿 這個沿海近海的魚類為主 真的是鯊鯊 鯊鯊變第五名了啦 然後鯊鯊以前是第三名 現在變第六名了 有沒有 恰彰第七名 馬頭魚第八名 第九是鯊鯊 然後再來是 鯊鯊鯊 就妳們這一組 誰坐第一個位子 是 吹蚊鯊鯊 鯊鯊 是這樣嗎 吹蚊鯊 鯊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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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鯊鯊鯊 這麼長喔 還沒完 還是點到我啦 那就是第一位啦 那誰坐第二 好 他們 我們坐第二位 醫生一定很厲害 醫生喔 他滿優秀的 對 請問你機會賽 請問 大家好 我是我們顏樂園 蔡上華 進入到我們的機會 民運賽制 要提醒大家在機會賽 分成三個回合 坐在機會區 努力成為答題英雄 而在命運區決定的 是你們的獎金 最後只有一名獎 請開夢幻大門 好 在這集 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氣炸烤箱組 還有智能墨鏡組 以及電子書套組 十萬大獎的是 英倫復古飲料櫃 而二十萬大獎的 則是豪華非洲犀牛儀 希望大家能夠把我們的禮物 都帶回家囉 好 準備 新婚禮集會賽 請主題 出門旅遊最怕騷信 根據台灣網路調查 請問網友認為 出遊最怕遇到什麼事 A 交通堵塞 B 壞天氣 這分數一二名我看 很難 快 好難喔 當然 當然 謝謝 好 壞天氣 壞天氣 鎖定 妳不知道妳先打嗎 妳著實的浪費了 我想說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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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音樂停我才打 NO I'm so sorry 妳浪費了快十秒了 OK 交通堵塞也很討厭 可是我覺得是這樣 反而在車上堵塞的過程當中 全家還可以這樣聊聊聊 然後享受音樂一放 後來 那個月子 大家一起唱這樣 很會智慕 很會智慕 那一個月子來看 他就像今天看 十分審的演唱會 對 好不好 就算堵塞還能聊天 增加家人的相處 你壞天氣就 B 壞天氣 B 壞天氣 就感覺都沒有了 感覺都沒有了 會不會嗎 妳就關民宿裡面 就關在裡面 也出不去 也出不去 OK 來 請介紹 恭喜阿隊 好 大家出遊的時候 最怕與神同行 因為一旦下雨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個好心情 都被交襲了一半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四面環海 再加上季風的關係 所以真的很容易下雨 像在二零二二年的一二月 整個台北居然只有六天 是沒有下雨的 那基隆更誇張了 每天的平均日照時間 居然只有二十六秒耶 所以呢 也要提醒大家 台灣這麼容易下雨的情況之下 如果想要開開心心出遊 最好多準備預備方案 好了 李子晟 一百到一萬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子 請選擇 什麼叫不能提示 直接按嗎 你忙你的 我都提示你了 起碼邏輯是正確的 對 你應該真的知道我的提示吧 你聽得懂對不對 我有看節目 OK 請注下一題 各位品種芒果 所含的營養值不同 請問每一百克的芒果當中 哪一個品種的維生素C 含量是最高的 A 艾文芒果 B 玉文芒果 可是我先大哥 大哥 還是你 還是你 艾文 索妮 現在答題就是你 在沒有答錯 沒有死以前都是你 那都是一樣都是芒果 我不能偏心 因為我如果選藝文 艾文會不高興 我演艾文那個 我演藝文 艾文會不開心 我就是用點的 剛剛是B嘛 現在就A 是誰發了通告的 請介紹 好 接著吃芒果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果肉 呈現金黃色 主要是因為裡頭 含有維生素A 還有β胡蘿蔔素 所以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的視力 同時也可以幫助皮膚更黏膜的修護 而另外裡頭的維生素C 它的含量也是相當的充沛的 那當然這個芒果有非常多不同的種類 所以如果要來看看它的維生素C含量 第一名是玉紋芒果 第二名是精密芒果 第三才是艾文 沒準備 好的 請主題 研究發現酸雨中含有 氧化物 請問酸雨會對身體造成什麼危害 A 咳嗽 B 禿頭 我答案是 B 禿頭 就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出題幹嘛 可是因為偏酸 所以會 聽起碼超過20年了 對 我們從小就是這樣 掉零啦 會禿頭 起碼停頭過20年了吧 對啊 那這樣有什麼好提 有什麼好出的 也不好說 因為空氣中確實有一些污染物質 可能會跟著雨一起進下來 不是 硫化物耶 硫化物不是很傷呼吸系統嗎 它應該不太會喝到或那個才對 因為我們那個排 汽車排出來的煙 它就含這個流 一到空中的時候一下雨 它就跟著下來 很傷耶 我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邊都是空空的 都是空 是啊 下雨的 我是別的 我是找到兇手 對 淋雨淋的是吧 OK 可是硫化氫 硫化氫它就是一種 很劇毒的東西 它如果一聞到 它就是馬上會倒下去那種 對啊 甚至 以前台灣有一個案例就是 有兩個人在施工的時候 在下面吸硫化氫 然後就倒下去了 然後救他的人 不知道要防範 就直接下去 然後直接就倒下去了 對啊 所以要先 倒是休克還是死亡還是什麼 它就是瞬間昏迷了 溫迷 又沒有死嗎 如果在那邊帶久的話會死 OK 濃度過高會瘦 我覺得應該要反其道而行 請介紹 這麼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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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現在大家都會很擔心 這個酸雨的危害 那主要原因呢 也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當中 有太多的化石燃料 像一些硫化護啊 彈氧化護啊 就會漂浮在我們的空氣當中 一旦下雨的時候呢 就會隨之落下 那很多人就會擔心說 如果常常淋到酸雨 會不會變禿頭呢 可是事實上啊 我們的皮膚 本來就有一定的酸減值喔 大概呢落在4.5到6.5之間 本來就是偏酸性的 甚至有時候 可能會比酸雨的酸度還酸 所以呢 如果以目前醫學的報告來講呢 酸雨跟我們的禿頭 並沒有太直接的一個關聯 反倒是呢 一旦這個有下酸雨的時候 如果被我們的呼吸道呢 給吸進去以後 這些硫化物啊 氮氧化物啊 會容易造成我們氣喘啊 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呼吸道症狀 有配 長知識 有配 長知識 請出在裡 改善打呼的方式 因言而異 請問研究發現 鍛鍊哪一個部位 也有助於改善打呼 A 鍛鍊二頭肌 B 鍛鍊小腿肚 A 我有大聲音 可以嗎 鎖定 為什麼注意 我真的不知道耶 用猜的 二頭肌跟小腿肚 感覺腿好像是 連接到腦之類的嗎 我不知道 就感覺好像有這個 腿不是人的第二個心臟嗎 腿喔 不是 因為我常常好像自己 沒有需要醒腦的時候 都會就是半蹲 就是練腿 大腿小腿 就覺得好像可能是跟這邊有關 但是打呼的話 可能是呼吸道或別的地方 鍛鍊了完全一個瞎猜 來 請接下 有時候其實我們睡覺的時候 會打呼 是有過多的水分 累積在脖子這邊 讓它比較容易 會有這個打呼的狀況出現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能夠 由下而上去改善整體的循環 那其實對於這個控制打呼 抑制打呼 其實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所以我們可以鍛鍊我們的小腿肚 比如說每天睡前的時候 可以踮腳二十次 雖然你可以練出更好看的腿型之外 還可以增進下肢的循環 改善打呼的情況 有鬼 又該你了 好 換名囉 沈哥 注意 請處理 睡眠障礙是現代人的文明病 請問研究指出哪一種顏色的光 有助於改善睡眠障礙 A 紅光 B 綠光 快 綠光 綠光 鎖定 我說綠光 好像在森林裡面 我常常去山上森林 綠光森林 對 不是那種很散的綠色 是蒙蒙的那種綠 覺得在森林裡面這樣 對 森林綠幹起來就睡覺 然後紅光就感覺 是不是火警 然後是什麼 那個 感覺 因為我常常去接觸綠色這樣 請介紹 好 好 綠光的播放當中 它不含紫外線喔 那同時它有一個很奇妙的效果 就是它可以幫我們重新 調整我們的生理時鐘 所以當你睡得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藉由綠光的方式 來重新調整我們的 吞黑激素的分泌 也可以讓你進入一個 比較好的睡眠品質 李子森 該你了 好 一萬 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什麼叫不能提示 成也個性 半也個性 你非要把它按出一朵花來 對吧 什麼 不在台中啊 這次在屏東 繼續加油 請出下一題 請問有哪一種生活習慣的人 患上真眼的機率比較高 A 常看電腦螢幕 B 愛吃鹹酥雞 因為我本來是要選 常看電腦螢幕 可是我常常看電腦螢幕 因為沒有漲 然後鹹酥雞 我是很少吃啊 可是我覺得可能應該是這個 因為你 這個鹹酥雞它炸的東西 火氣會大 火氣會大 你眼睛會紅紅的 火氣大 就是紅紅的 對 好 謝謝你接獎 怎麼可能 很好 妳分析得很好 怎麼可能 妳講得很好啊 雖然我們都很常開玩笑說 你是不是看了不該看的東西 才會長睜眼 但事實上的會長睜眼 跟我們的生活作息 有很大的關聯 如果你壓力大 然後生活作息又不正常 常常熬夜 而且愛吃這些油炸的 比如說鹹酥雞之類的 你想喔 它有大量的油脂喔 它當然也會促使你呢 分泌更多的油脂 然後塞住你的這些皮脂啊 毛囊的部分 所以呢 當這個清潔又沒有做好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長睜眼了 口氣大了 李子智同學 加油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子 自己先得 邏輯勝確 恭喜 一萬元 我剛剛有一 二耶 還是一 請繼續 準備 請出席 對啊 還是妳 來自中國大陸北方的宮廷賽 羊蝎子鍋 深受老饕的喜愛 請問他是用羊的 哪一個部位熬煮而成的 A 羊緊肉 B 羊脊肉 對羊有研究嗎 不是 我羊雞 羊肉我是喜歡喝它的羊奶 我沒有問你喜歡喝羊奶 羊雞 我沒有問你喜不喜歡喝羊奶 羊雞我是 因為我喜歡吃它的那個雞腿 那個排骨 羊小排 羊小排 對 那一根 我會喜歡那個羊小排 我就覺得 Me too 我就選他啦 羊蝎子是什麼 羊蝎子 我覺得蝎子好像就是 有那個爪嘛 那羊那個羊脊椎跟羊排 就好像蝎子一樣 那其實蝎子可能看起來像 我是第一個 蝎子就是像羊排那個 有關節啦 對 所以羊脊椎也像關節 對 就好像有蝎子而已 一隻一隻 一隻一隻 它有腳對不對 對 你鎖起來你就看到 就像蝎子這樣 來 起起腳 比較合理 好 這樣 好棒 好 很熱愛是羊蝎子火鍋 那羊蝎子之所以得名 就是這個羊的脊椎 它形狀看起來像蝎子 所以因此才有這樣的一個稱呼 那其實吃這個羊蝎火鍋 它可以一鍋二吃 一開始用乾鍋的吃法 你可以先啃 然後吃這個比較麻辣鮮香的味道 接下來它可以再加入高湯 然後再加一些蔬菜 肉片 一起去燉煮去吃 那又是另外一種不同的風味了 紫勝同學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選擇 邏輯正確 不在台中 也不在台北 恭喜一萬元 親了 請出下一題 除了水域之外 季節也是挑選魚耳的考量 請問寒冬時選用哪一種耳料 可以提升上鉤的機率 動物性蛋白耳料 B 古物類的耳料 動物性蛋白耳 蘇利 你也有在多冷的天氣去釣過魚 我這個最冷的是 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去海邊釣魚 整個加拿大 全海洋沒有辦法 只有一個 就躲在那裡 我那個手指頭都 你為什麼要去那裡 因為 因為如果你出事 沒有人知道你知道 我們 可是我們釣魚的人 就是喜歡 孤舟縮立翁 毒釣寒漿雪 那個是意境 孤舟縮立翁 毒釣寒漿雪 然後 我記得耳 動物性耳料就是 因為 不然東天的時候 它比較 比較不會活動嘛 然後如果有活的東西 在那裡 它說不定 會去 可以給它咬一下這樣子 給它咬一下 如果說那個 你一個耳料真的 我在想啦 請介紹 漂亮 好 冬天釣魚的時候 耳的選擇很重要 而且冬天的確 也比較難釣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雪溫低 所以魚群它們會聚集 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好好在那邊牽牲 那第二個原因 是因為在冬天 它們會比較進入了一個 活動力比較低的時期 所以在秋天的時候 它們就會多吃一些東西 去補充累積在身體裡頭的脂肪 所以很難把它們的 引誘出來上溝 一直在耳料的選誘上面 用昏耳 而且紅蟲的效果 比蚯蚓再好一點 那另外就是一些 動物性的耳料 就是一些比較有大的 那種腥味啊 香味的那一些耳料 比較容易可以把它們 吸引出來 增加誘惑力 李子森 加油 加油 一萬 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你被玩了 什麼 少一個零 怎麼樣 要給你玩這個很厲害吧 有 19秒喔 把握時間 19秒喔 對 請出題 相夫是著名的日本傳統文化 請問相夫活動 最早是出現在哪一種場合中 A 宗教活動 B 武士選拔 武士選拔 鎖定 我不會猜它 為什麼 我認為它是一個 儀式 我覺得它是儀式 我小時候常常看 跟相夫 他們是 對日本人也是很神聖的一種 競技活動 但是 我有注意到有一個就是 他們會跳一個叫做 橫鋼舞的東西 拿一個半月形的東西 扛在身上 然後在那邊跳舞這樣 那感覺就是在 祭祀前的那種 現在是個儀式喔 對 還好你有補充 你知道嗎 你爸媽才知道 你今天有來 對 像張軒友他爸媽 就不知道他有來 今天怎麼會有空 今天怎麼會有空 然後就在相撲摔角 那都是選武士 原住民 對 你們原住民的相撲摔角 是在選武士 對 小時候在看 聽接響 日本現在 相撲已經是他們的國際之一 但事實上它的起源 非常的早 大概在七世紀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用於宗教活動 每當祭神 豐收 為了要慶祝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歷事出來獻祭 那包含了在這個 天皇的葬禮的時候 他們也會表演雅樂 同時也有這些歷事出來 展現他們利與美的結合 後來一直到了這個 十六世紀的中期 之前信長 它不斷地推動之下 讓相撲的文化達到頂盛 當然這樣的一個技巧 也可以用於傳記上面 三組獎金一目了然 神問成李子森 兩萬兩千一百元 漂亮 楊勝遙 Max跟張秋詠師傅 兩位 淡薄名利 劉沛穎跟林秉安 事前才換 重新開始 第二回合兩分鐘要不換人 換一下 換 換 三上三下 請請 換換 比較好玩 好了 第二回合達力拳要轉移了 到張秋詠這邊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